就是1加到99 用FOR回圈 所以你們可以自己試試看 把那個就是Spider打開之後的話 試著寫FOR回圈一個 然後呢 壞耳迴圈一個 OK 上一半好像都有講 所以最後一個部分是把FOR回圈 改成壞耳迴圈的寫法 那實際上互相能不能相通 實際上是可以 但是如果以 比如說是有範圍性的這種敘述 這種回圈 那如果假設你用FOR回圈 絕對是比壞耳迴圈來得更理想 為什麼 因為它一行搞定 但是壞耳迴圈變成它拆成三個 三個部分 也就是說FOR回圈呢 它的初始值 就寫在range裡面就可以了 那結束值也是寫在range裡面 最後是一個佈進值 可是如果你改成壞耳迴圈的話 變成這要拆成三行 要分別寫 這個我上個禮拜有提到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就是花點時間 看看我們把它寫出來 第二個的話就是分別計算 基數跟偶數兩種寫法 那一種寫法是FOR回圈兩個 那一種的話就是用FOR回圈裡面 再加上一幅的邏輯判斷 判斷的條件 其實我是用什麼呢 用I這個值 它能不能被整除 如果它余數為1的話 那就是基數 那反之的話那就是偶數 OK 所以我們會用到一個運算值 就百分比符號 百分比符號就是除完多少的余數 比如說I百分比符號2 那一個J的話是決定它的倍乘數 就是後面那個數字 那最後就是相乘的結果 這個的話呢 因為會牽涉到兩個FOR回圈 所以建議什麼 你先寫一列 先FOR回圈 然後再寫FOR回圈 再把兩個串在一起的話 基本上九點什麼辦法寫出來 就比較容易啦 不然的話 如果你一次要把兩個回圈 同時寫在一個程式裡面的話 難度相對比較高 所以如果你假設沒把握的話 我是建議你可以把它分開寫 所以在上禮拜有講過 所以細節部分的話 我就不重講了 所以你們可以直接點選 下面的完整教學有沒有 那這邊點開來就會有一個 Youtube的播放清單 那裡面的話呢 你可以針對你 我剛剛講的 如果你等一下要忘光的話 沒關係回去再把影片上面看一下 然後最重要還是實錯啦 看完之後 最好可以照著做 然後程式打慢沒關係啦 打錯也沒關係啦 反正這都是學習的過程 不可能說 永遠你都沒有發生錯誤 這不太可能啦 OK 所以寫程式跟除錯 也是這個寫程式的一個部分 OK 最後的話我要寫一個格式化啦 這個格式化的話就是用一個 一個函數叫Format 那個Format的話非常非常好用 主要就是說呢 你可以把什麼 把你的資料跟你的變數把它怎麼樣 把它分開來 裡面只要怎麼樣 只要在你的敘述裡面加一個大瓜糊的話 那就可以來表示什麼 變數你要放的位置 好處就是說你可以 將來不需要一直在做那個什麼 就是變數 你要在串一個變數的時候你要轉型 因為I跟J還有I乘J其實都是一個數字 那你數字要跟這個輸出的資料 這個文字串在一起 那你變成都要用STR轉型 那這樣的寫出來程式也沒有不對 可是會變成比較容易寫錯 因為常常寫錯的地方就是轉型 那如果你假設不想一直轉型的話 那其實是可以怎麼樣 加一個Format 另外Format還有一個更簡單的 就是什麼 把它加一個小F 所以這些都是上個禮拜講到的重點 如果假設你對於這部分不太熟悉的話 那可以看第三個單元 或你們講義裡面其實也有 就是剛剛提到的程式雲端上都有啦 那講義也有 那雲端上的好處就是 你將來要複製貼其實是可以啦 那當然如果你練習的時候 可以Ctrl C Ctrl V 沒問題 但是呢 我是建議還是一定要delete掉 自己重新打過 比較實在啦 不然的話你永遠都只能Ctrl C Ctrl V 那你說老師 那以後是不是一定不能C Ctrl V 當然也不是 因為將來Charge VT 其實它真的可以幫你寫程式 那只是說它給你寫的程式 有的時候我覺得不完全是你要的啦 所以像我的習慣是 我看到它提供給我的程式 大概我覺得八成是我要 可是有些我不太喜歡它的這樣的寫法 那我會把它做一個修改 OK齁 那當然啦 你說那是不是有Ctrl VT就不用寫程式 不用學程式 當然我覺得不是啦 因為Ctrl VT可以給你參考 但是問題很多程式嘛 你還是要去判斷說這些是不是你要的 還有哪一些是不是 可以怎麼樣去做一個比較合理的修改 我覺得這個倒也是還要值得去思考 所以底下我有提到那個Charge VT 其實你可以打一個問題給它啦 它其實也會給你一個答案 而且答案其實基本上 跟我們要的其實差不多 它寫出來我覺得不會差太多啦 然後剛剛講的方法一方法二這邊也有 還有這九首成法表 這個上個禮拜都有提到 那另外的話格式的話就是有一個format 所以就是說 將來如果你要放那個變數的地方 那記得就是用大瓜糊 那總共有三個可能要放變數的地方 所以就給三個大瓜糊一二三 那將來的話就是有沒有 雙引號在這邊嘛 將來雙引號後面加一個點 點format 然後分別把一二三三個資料有沒有 分別把它放到前面的大瓜糊 也就是說前面假設有幾個大瓜糊 那你format裡面也要對應到有幾個 應該這個是 這個是這邊的 OK 那這邊的是這一個 也就是說呢 有點像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反正你將來前面有幾個大瓜糊 有沒有 那三個嘛 那format後面的話你就要加三個參數 分對應到 所以這一嘛 這二嘛 這三嘛 所以後面的話一樣也是一 二三 那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把後面的資料 直接幫你填到那個大瓜糊裡面就可以了 OK 這個還蠻常用到的 尤其你將來可能一串文字裡面會放很多變數的時候 那尤其適用 OK 所以這個寫法我建盟推薦各位一定要把它稍微熟悉 最好是自己可以把它打出來 能夠理解是最好的 因為理解的話就不用太特別去背 那format的寫法下面有一個 就是小F的一個改寫啦 也就將來如果你覺得這個寫法有點囉嗦 那甚至你可以寫成這樣子 也就是直接把I追跟I乘追有沒有 直接放在大瓜糊裡面 然後呢 後面也不用點format啦 直接怎麼樣 在前面加一個小F就可以了 OK 這樣感覺又更簡單了 那兩個寫法其實滿 其實基本上是相通的啦 只是下面的寫法會更精簡 滿推薦各位可以寫 但實際上 如果你實在是不太理解下面的寫法 你可以先寫上面的啦 反正格式化的部分 一定要把它熟悉 這個也是上星期我們講到的一個重點 所以這部分的話 回去再試試看 那最後的話呢 我們還有提到一個叫儲存檔案 就是把九者層罰表的資料把它存起來 比如說我今天已經把那個九者層罰表的結果 亂出來了 然後亂出來的時候 其實我們主要是用print啦 所以print的話在這邊是什麼 就是立印 印到哪裡呢 印到那個控制台 就是console 右下角那個畫面 那實際上只能看到 可是問題看到 沒辦法存檔 那就滿可惜的 因為你將來不是只有看到 你希望能夠把檔案儲存起來的話 上個禮拜還有講一個很重要的 這一個部分 就是如何把九者層罰表存成一個檔案 最後的話我也講到 其實第一個 你可能要先解決一個問題 如何把print後面的東西怎麼樣 輸出的東西 把它串在一個怎麼樣 一個變數裡面 因為如果你假設沒有把它串在一個變數的話 它沒辦法存檔 所以你要解決幾件事 第一個要先把print後面的東西 把它串在一個變數 也許我們是一個S S等於 然後再來就是說 利用檔案物件把它存檔 其實就三行 上禮拜講到 那三行真的滿重要的 那在Python裡面存檔其實還滿容易的 所以 上個禮拜這個應該也是滿難的 如何把那個資料 串接到那個S的變數裡面 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的話 就是把串接到S裡面的資料 再把它存到一個檔案 這個檔案也許叫什麼 99層發表點TSD好了 那這要怎麼做 這還滿常遇到的 因為你現在做完的資料 你總要把它儲存起來 如果你不會的話 那做完之後 這等於是好像沒做 好像沒有辦法做完的那個感覺 所以最後的話 那這個地方的話 我們上個禮拜其實也有提到 其實這個是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答案 然後我們看這些串接嘛 所以串接的部分在這裡 這一段我好像要把它放在雲端上面 把它放大一點點好了 就這一個 串接嘛 那這個是在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六頁 那我到底做了什麼 第一個的話 就是我先產生一個變數 叫做S OK 大家這個名稱不見的一定要叫S 你叫別人名稱OK 我習慣也許Stream 特別注意Python是區分大小寫 你上面要大寫 下面要大寫 你不要上面大寫 下面變小寫 那就錯了 OK 好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printer有沒有發現 我們本來這個地方是printer 但是因為我不要printer 我現在是要怎麼樣 我現在是要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我這個地方 是S等於S加上後面的東西 而不是printer 也就是說我把本來printer的東西 直接就把它放到那個S變數裡面 寫法一定記得 這個寫法是S自己本身有沒有 它本來是空的 加上S S加上這一串 所以這一串的結果怎麼樣 它就會把它放到S裡面去 本來它空的嘛 那它放進來的話 也許就會先放1乘1等於1 然後一個TAB 然後1乘2等於2 就是第一列的資料 會放在S裡面 那尾巴一定要換行 所以記得 底下一定要再串一個換行 否則的話 它沒有辦法幫你換到下一列 OK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最後的話 其實也是一樣 1到9 就會全部串完之後 我們最後再把它一次printer出去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個看到的結果 會跟之前的一模一樣 怎麼樣 那差別的地方就多了一個S 那這個S的話 主要用途是因為我要存檔 所以底下這三行 就是用來存檔的 OK 所以底下這三行非常非常重要 因為之後 還會繼續不斷被看到 那這個 這個底下這三行滿固定的 也就是說 我要利用open的這個方法 它主要是怎麼樣 先幫我開一個檔案 所以它存檔的步驟一定是先開一個檔 比如說我減升99.tst 它就幫我放在專案的那個旁邊 然後檔名 記得跟副檔名都要 然後再加一個什麼w w的話就是寫 所以我開一個這個檔案 我準備要把資料寫進去 那你要寫進去的話 你變成說後面必須要對應到一個方法 叫write 那write的時候就是 因為它99.tst 預設裡面是空的 有沒有 我就產生一個檔名 副檔名 空的檔 那我再把S 就是裡面是99.tst 把它write進去 有沒有 OK 所以其實應該蠻可以理解的吧 先開個空檔 然後把這個S的東西寫到裡面去 寫到這個99.tst 那最後記得要把它close 因為你如果沒有close的話 它會佔用記憶體 就那個檔案就hold住了 OK 所以呢 最後一定要把它close掉之後 它就會釋放掉記憶體 OK 那這樣的話 9.tst就產生了 就存檔了 所以這個存檔還蠻容易的 Python應該是所有 目前看到的語言裡面算最簡單的 你看存檔就這三 而且我覺得蠻好理解 而且好記 記得存檔 OK 所以之後 今天要我講的內容 也會再講到這個存檔 那當然你講說 老師那我叫它存檔 我可不可以讀檔 當然可以的 寫跟讀都一樣簡單 讀的話更簡單 讀的話大概也差不多三行 所以在Python裡面 你要開檔 就是讀檔 你要存檔 其實都會非常的簡單 OK 那主要還是利用F等於Open 那讀的話就是把這個W改成R就可以了 這個上禮拜有提到 如果說你將來 這個W是複寫模式 所以將來你遇到一個狀況是 我寫進去 但是我下一次寫的不要把舊的蓋掉的話 其實W是複寫 就是說如果你第二次寫資料 第一次的東西不見了 因為會被蓋掉 但是你說老師我可不可以有一種狀況 是因為我要產生一個類似像一個 一個Log Log就是我要記錄一些東西 歷史檔都要留下來的話 那記得就是把W改成A就可以了 A的話就是Append的模式 Append的就是附加在下面 所以它會一直把舊的 等於第一次放最上面 第二次再放它的下方 第三次再放它的下方 那就是舊資料不會被複寫掉的模式 OK 所以加在存檔你可以有兩種選擇 一個是複寫模式 一個是Append加到後面的模式 大概主要這兩個應該夠用了吧 一顆 那所以上個星期這些 請各位務必要把它熟悉 後來我們好像有輸出信號 最後其實最難的應該是那個等腰三角形 有沒有 所以等腰三角形 如果我今天希望產生一個上方是一顆星 那最下面是25顆星 這一個等腰三角形的星號 那請問要怎麼寫 上個禮拜寫過 當然你剛開始寫你一定會寫不出來 那怎麼辦 沒關係 你可以先從一顆星開始 有沒有 一顆星到13 13顆星的話其實就是什麼 把那個星號的文字乘上13就可以了 那這個我上個禮拜講過了 這個還是滿 Python裡面滿特殊 就是文字後面加上一個乘號的運算值 然後再加上數字的話 意思就是repeat幾次的意思 重複這個資料輸出幾次 所以這個的話是上個禮拜最後講的 還有一個後迴圈改成畫迴圈 最後的話當然我有比較一下 就是如果兩者 如果假設要互相轉的話 其實就是怎麼轉 這個上禮拜有提到 所以其實重點都在這邊都有 OK 那細節如果你實在是不太懂 可能回去再看一下 看起來大家好像 看次數最多的應該就是最後一個 將4迴圈改成畫迴圈 觀看次數89次 是最多的 觀看次數最少的是 26次 將資料串見 是不是應該串見大家都會吧 所以看次數比較少嗎 我不知道啦 OK 所以 這個就是自己再回去看過 這個其實還是 除了看之外還是就是列期 所以你不能說你只是 好像 因為你好像都會 但是你是不是能夠寫得出來又另外回事 所以可能還是要找個機會 把我剛剛講的這些程式 另外自己再開一個空白的程式 然後打打看 好 那請各位試著把這個部分試著完成 那待會的話我們就要接著繼續來看那個 就是底下 這個上禮拜提過 星號部分這個等腰三角形這邊 就是上禮拜講的 那總共的話有好幾個方法可以完成 程式非常短 三行可以完成 也就是說前面是決定什麼 決定它的數量 1到13 這個是決定它前面的那個空白數量 再來就是星號 星號的話其實我是把I乘上2-1就好了 其實蠻簡單的 這個也是證照考試其實還蠻喜歡考的一個題目 所以如果假如考試的時候 突然考你就是請幫我輸出一個等腰三角形 上面是一顆心下面是25顆心的話 請問程式該如何撰寫 答案就在下面這邊 只有三行就可以寫出來了 看起來真的很少啦 但是你要真的自己把它打出來 我覺得應該是有點困難 這個在雲端白板上面都有 有沒有第四頁的地方 OK 所以最好是自己想過了 然後也可以把程式打出來 那表示你真的學會了 那以後你要做應用的話就簡單了 所以將來呢 常常同學問說他學半天還是不知道怎麼寫 原因很簡單啦 因為你可能沒有自己真的動手寫啦 OK 那你有自己動手寫之後 慢慢你就會知道 喔原來程式可以這樣寫 原來寫的沒那麼困難 那之後的話 你在輔助就是Charge PD的話 Charge PD給你程式 你就馬上可以知道 喔這個程式也可以拿來怎麼用 然後怎麼改 我覺得會更比較有feel吧 不然的話你一直都只是看 即便人家給你程式 我看你連拿程式來應用的能力可能都沒有 OK 所以我覺得啦還是要實做啦 那這個部分請各位試試看啦 當然後面其實我還有做一題就是 兩個等123小型啦 不過我想這個就 我就不說明了啦 你們如果是有時間的話啦 自己想想看 那其實真的要學得好的話 真的我遇過同學真的 後來甚至改行當那個 Python工程師的也有啊 當然他真的蠻認真的啦 他每天都在想程式怎麼寫 我三個講過程式他回去都不斷 他說他連晚上做夢的時候 都夢到他在寫程式 我說那你絕對沒有問題 連晚上睡覺都在做夢 都夢到自己寫程式這一件事 表示他非常認真啦 OK 那當然也不用這麼認真啦 只是說我是形容一下 但是我說真的我以前學程式 也真的是這樣 我連晚上真的 一個問題我真的解不出來 但是我也沒有答 我也不知道怎麼寫 然後我就一直把它放在心裡面 然後常常一直想 可能平常連走路的時候 就在想 這個程式該怎麼寫比較好 然後會一直去咀嚼一直去思考 這個如果這樣寫的話會不會更好 那樣的寫會不會更好 然後一直去思考 所以有時候程式絕對不是一次就寫出來的 剛開始可能會寫得很複雜 不會寫得這麼精煉 但是會一直不斷想說 如果這樣寫跟那樣的寫 那哪個寫會比較好 OK 你可以去整理出哪一種方式 比較適合你自己寫 那有的時候不是說一定是越精簡 程式越好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越適合你的寫法越好 因為那個程式你一看就知道說 原來你一看就相容性很高的話 那種寫法是最好的 所以每一個人可能有人左腦比較發達 有人右腦比較發達 所以你寫程式的時候 你不見得一定要照別人的方式去寫 你可以理解之後你照你自己的想法去寫 這樣的話你以後再寫程式相對會比較沒什麼問題 我是建議的 當然不是一下子每個人都可以達到就是說 就是這樣的方式 不過我是覺得需要花一點時間 那底下的話就是有提到就是 1加299改成畫圍圈的方式 所以你會發現如果改成畫圍圈 當然相對會比較複雜 為什麼 因為變成你要把縫圍圈 本來是放在一起的三個東西 把它拆成三個 第一個就是初始值 第二個就是條件可能放在這裡 第三個還要再加一個i等於i加1 或者是改成i加等於也可以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 就是畫圍圈的相關敘述 那你說老師那畫圍圈不就是不好用嗎 沒有 很多東西還是非得一定要用那個畫圍圈不可 比如說我最後上個禮拜有提到有一個題目 請在1到20之間猜一個數字 然後會顯示出來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你就會輸入1到20 反正最大如果你要猜的話呢 因為它會提示的 提示你就是如果你輸入了這個數字跟亂數產生 所以這邊可以學會一個 第一個 如何亂數抓一個數字 給它範圍 比如說我要1到20之間抓一個數字 然後電腦會幫我隨機抓一個數字 只要抓到一個 那我在輸入一個數字之後 它會跟我講說 你這個數字是太高還是太低 那我可以慢慢用刪去法的方式 然後最後的話有沒有 如果拆9好像太高了 那拆太高的話 我就要往下嘛 然後我就拆5 5的話剛好答對了 所以恭喜你 而且甚至最後的話 還可以顯示說你拆了幾次 那怎麼樣把次數給記錄下來 這個我想各位可以想想看 那以這一題來看 當然如果以4回圈跟5回圈來 來要要挑的話 那當然因為 我不知道說我會跑幾次回圈 因為拆數字沒有人知道說 你可能會拆幾次 所以理論上這個地方用快回圈可能比較適合 而至於程式怎麼寫 我想請各位也許先試試看吧 把剛剛的東西複習一下 然後再思考一下就是 這個拆數字遊戲如何寫 那這個地方第一個可能會遇到一個問題 如何在1到20之間 拆提出一個亂數 那如果你要1到20之間 拆得到一個亂數的話 那你可以利用一個模組 這個模組的名稱叫Random 所以這個Random其實已經在Python裡面了 這個模組 但是你如果要用它的話 必須要引用進來 所以在Python裡面 如果你要引用那個外部的模組的話 那你必須要加一個叫Import的一個敘述 意思說我要使用這個Random這個模組 那這個Random模組裡面 它裡面有一個方法叫RandomRandomRange 這個RandomRange的話 應該可以猜得出來 它有Range有沒有 你會發現跟Range是不是有點像 對 其實後面加上1到21的話 那實際上一樣嘛 1的話指的是 你要乱數產生的最小的數字就是1 那如果你要最大的話呢 其實21是停下來的位置 跟那個Range一樣 所以它要產生的數字 那就會到20為止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產生1到20之間的乱數 那我這邊使用的是一個RandomRange 所以呢 它會丟回來一個乱數給你 叫RND 所以比剛剛那一題 比如說5好了 它就會自己亂從1到20之間 隨機抓一個 那這個是電腦去幫我們抓的 我們也不知道 OK 所以它會把5這個數字呢 放在RND 這個變數裡面 OK 那接下來就是你要去寫一個程式 怎麼樣可以讓 這個程式跟你互動 OK 那寫的方法底下其實有啦 不過最好你如果可以的話 來自己寫寫看 好啦 先試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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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